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中 时间如同一条单向流动的河 从过去奔向未来永不停歇 然而当我们仰望星空 科学却告诉我们 这条时间之河并不如想象中稳定 它可以弯曲延展甚至逆转 在宇宙的深处时间或许根本不存在 从爱因斯坦的时空弹性 到加莱到熊队未来科技的预言 从黑用边缘的缓慢时光 到微薄望远镜皆是的宇宙童年 我们正走向一个全新世界观的边界 这不只是关于物理学的故事 而是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本提问 时间究竟是什么 时间和空间就像是一块可以被弯曲拉伸 甚至折叠的宇宙布料 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结构 而非单纯的背景舞台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这个特性意味着时间旅行 尽管充满挑战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幻想 而是存在于严肃科学思考的边缘地带 换句话说 时间作为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 在某些物理学家的眼中 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宇宙的根本层面 是一种由观察者经验所导出的幻象 这正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加莱道 熊在一次深具启发性的访谈中所阐述的惊人观点 一句话打破了我们对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传统认识 即便是以往对于时间的基本认知 对多数人而言已经足够扑朔迷离 仿佛每一条时间轴都暗藏着宇宙的秘密 像是时间流速的快慢 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 以及时间膨胀等现象 都不断挑战我们对时间本质的确切理解 与愈常直觉 然而如今 科学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 似乎正逐渐模糊 甚至开始交融 使得原本纯属假设的领域 变得愈发具体而可验证 来自最前沿天文观测的新数据 要求我们彻底解释 并重新定义对时间与空间的传统看法 并将这些概念置于 全新的宇宙观价构中理解 詹姆斯维博望远镜的观测成果 首次为这些理论提供了 具体而直接的观测证据 从遥远星系传回的光线 正以不同寻常的方式 告诉我们 宇宙的规律远比想象中复杂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认为 空间与时间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交织成一个四维的动态结构 时空 这个理论彻底改变了人类 对宇宙结构的理解 这个四维结构会因质量与能量的存在 而发生弯曲 就像众物压在像胶布上造成凹陷一样 而这凹陷正是重力的本质表现 行星 恒星 乃至黑洞 都会对周围的时空造成弯曲 这种区率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引力来源 是物体移动与光线传播方式的根本决定因素 根据相对论 引力场越强或运动 速度越接近光速 时间流逝就越缓慢 这种效应被称为时间膨胀 并已被多项实验证实 因此靠近黑洞边缘的太空人 会经历于远离黑洞者完全不同的时间流速 在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以产生数年对比数分钟的时间差异 这不再只是理论推测 像是飞机与卫星上的高精度原子中 已经在实验中观察到时间膨胀效应的真实存在 为爱因斯坦的预测提供了现实支撑 这些发现意味着 我们在未来探索宇宙的过程中 可能面对超乎预期的时空风险与挑战 进而改变人类航太与星际殖民的技术布局 一名太空人在某个年代升空 当他返回地球时 这里或许已是完全不同的时代与文明 他所知的世界已悄然改变 地球上的时间可能经历了几十年 而他自身却只感受到几年甚至数月的旅程 这样的差异令人震撼 却又合乎理论 这样的现象让长途的星际旅行虽尚未成真 但在理论上已变得可被想象与推演 是科学与科幻交汇之处 时间膨胀不只是远方太空的特殊效应 它也是地球日常运行中真实存在的现象 证明时间并非绝对 而是相对可变的 并受环境影响 宇宙是否真的会主动改变时间流速 这个问题指向了空间与时间并非被动存在的可能性 而是具备动态特质的物理结构 我们不能再把宇宙想象成一个静止僵硬的舞台 上头仅仅承载着恒星与行星的运动轨迹 而应是其为随时因内部力量而产生变化的主动参与者 相反它是一个自身也参与演出的动态常语 时空的弹性与曲率 使宇宙变成了一个不断变形 在创自身结构的舞台 这正是爱因斯坦于1915年提出 广义相对论时所揭示的革命性动简 并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本质的认识 也开启了现代宇宙学的时代 在这个模型中空间与时间交织成一体 构成一个互动可速且持续变化的四维结构 这一结构并非静态 而是活跃且可感应的 其每一处的性质与变化 都由能量质量与运动所共同塑造 彼此影响且无法分割 使宇宙成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的系统 一个具质量的天体 不仅占据空间 还会使周围的时间变慢 使光线弯曲 并让其他物体自然沿着时空弯曲的轨道前进 这便是引力的本质 这种图像并非仅是形象比喻 而是经过科学实证知识的物理现象 且已在多次观测中被一致验证 早在20世纪初的日式观测中 科学家们便首次证实了爱因斯坦理论的准确性 太阳弯曲了来自遥远恒星的光线 使它们出现在非预期的位置上 事实上 即使是地球本身的引力场 也会让时间流速产生微妙差异 这种变化被称为重力时间膨胀 例如山顶的时钟 实际上比海平面的时钟走得稍快 这是因为地势越高 重力越弱 时空弯曲也越少 因此时间流速越快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些变化极为微小 几乎无法察觉 除非使用极端精力的仪器 但对于卫星导航系统 太空探测器 以及其他高精度科技设备来说 忽略这些效应将导致 明显的误差与失效 甚至让定位系统完全偏离 因此理解时空 作为一种灵活媒介的概念 为人类思考如何主动操纵 甚至穿越它 开启了无数性方向 这不仅是物理学 也是哲学与工程学的挑战 如果空间与时间具备 如同布料般的可塑性 理论上我们便有可能改变其结构 甚至创造捷径穿越期间 这种构想带来了物理与技术的双重革命 这使得一些极具想象力的问题浮现 我们是否能在宇宙中开摇时空捷径 是否能透过某种方式 实现真正的世界旅行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 这些都并非纯属幻想 而是在某些极端条件下 据数学可行性的现象 其中一个最引人入胜的概念 便是冲动 虫洞也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 是一种假想中的时空隧道 如果真实存在 它将能将宇宙中两个遥远的地点连接起来 宛如在时空布料上打了一个洞 让旅者能以及短距离穿越巨大的宇宙空间 想象一下如果宇宙的某两点不再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上千年的航程 只需通过一个时空之门便能即刻到达目的地 那将彻底颠覆我们对距离与旅行的定义 这正是安因斯坦与他的同事内森罗森 在1935年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程式中所推导出的结论 他们指出 在理论上时空中的两个点可以借由隧道型结构直接相连 这种连接形式不仅能弯曲空间 还可能跨越时间 它提供了一条捷径 使我们能够绕过传统宇宙距离的限制 这在物理上被称为非平庸透扑的可能性 如同将一张纸对折 将两点对齐并在中间刺穿一个洞 虫洞就像是这个洞的三维版本 透过它穿越本应遥不可及的空间变成理论上的可能 但这一切是否真的可行 理论上是的 而实践中仍然遥不可及 如果虫洞是自然形成的产物 那么根据目前的模型 它们应该是极其不稳定的 几乎在形成的瞬间就会崩塌 为了维持一个稳定可通行的虫洞 我们将需要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 能够抵抗宇宙自然的坍塌力量 这就是所谓的奇异物质 或称负能量物质 这种物质的特性极为特殊 它不会像正常物质那样产生吸引力 而是能产生排斥效果 从而撑开并稳定时空结构 防止虫洞崩溃 目前在量子物理学中 有些实验现象似乎证实了负能量的存在可能性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卡西米尔效应 当两片极为接近的导电军书版 在真空中相对放置时 它们之间会产生一股微小但可测的吸引力 这是由于量子真空掌落导致的能量不平衡 其效果安示了一种负能量密度的状态 虽然这种效应目前仅在极小的奈米尺度上被观测到 且能量直微不足道 但其理论意涵却非常深远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实验室中观察到 自然界中可能存在负能量的证据 也为稳定虫洞的理论基础普通 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 生成足够量的奇异物质 并能有效控制其分布于形状 那么见到一个人造虫洞 将不再只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而可能成为人类跨越宇宙的技术突破 不仅如此 一旦我们能够操纵这种结构 不只是连接两个空间点 也可能连接两个不同的时间点 这将使时间旅行进入真正可讨论的科学层面 根据某些模型 如果将虫洞的异端带入强重立场 或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移动 它与另一端之间会产生时间差 结果是穿越这个结构的旅行者 可能会抵达一个存在于他们自身过去的地点 或在理论上进入尚未发生的未来 这类模型仍属假设性 但从数学与相对逻辑上 确实是被允许的 而且尚无物理定律 明确禁止这样的时间回溯行为 不过这也引发了著名的时间悖论 像是祖父悖论 如果你回到过去阻止祖父生育你付钱 那么你是否还会存在 这一思考挑战了因果律的逻辑根基 面对这样的逻辑矛盾 量子物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答 在你改变过去的同时 宇宙会分裂成另一种可能的现实 这被称为多重宇宙或平行宇宙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每一种可能性都在某个宇宙中实现 因此你既可能阻止了祖父 也仍然存在于另一个未被改变的宇宙中 两者并不矛盾 简然之 在微观世界中 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本就模糊 而量子现象恰好皆是的这种模糊性 未来与过去可能同时存在 只是我们的感官无法察觉 至此我们不禁思考 如果时间不是唯一线性的流程 而是宇宙中某种可以操纵的维度 那么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是否只是我们未曾经历的地点 这些大胆而又深具哲学性的提问 正是当代物理学家向家来到 雄与基普索所致力探究的核心 微薄望远镜在观测远古宇宙的过程中 无意间证明了时间的可塑性 与我们宇宙观的局限 微薄望远镜不仅是目前人类最强大的 太空观测工具之一 它也宛如一部时光机 让我们能够一窥宇宙早期的样貌 甚至逼近时间本身的起点 这是因为望远镜接收到的光 来自数十亿年前 从遥远星系发出 经过漫长旅程 才抵达我们的感测器 因此我们看到的每一张影像 都是宇宙过去某一刻的真实写照 简单来说 微博望远镜所拍摄的每一幅宇宙图像 都是一段来自过去的记录 仿佛穿越了时间的迷雾 让我们目睹宇宙婴儿期的面貌 然而这些来自远古宇宙的光线 所揭示的不只是星体的形成 更可能对我们关于时间本质的理解 造成根本性挑战 望远镜近期的发现显示 某些星系在宇宙年龄上处于数亿岁时 已展现出远超当时理论预期的 复杂结构与质量 这些星系的规模与成熟度 远远超过我们对早期宇宙应有状态的理解 挑战了现有宇宙演化模型 也动摇了我们对时间推移的基本假设 根据标准模型 在大爆炸后数一年的阶段 宇宙中应该仅有原始气体云与少数恒星 尚未演化出成熟星系 然而观测结果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像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对宇宙时间流逝的假设 过于单一于线性 这正是时间景观理论进入讨论核心的时候 根据这一理论 宇宙中不同地区的时间流逝速度 可能根据当地的重力强度与物质分布而有所不同 并非每处空间都同步运行于同一时间轴上 如果这种时间不均匀流动的情形熟失 那么我们看到的某些遥远星系 实际上可能位于一个时间流逝较快的区域 因此它们能在我们认为过早的时期中 快速发展成熟 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 就像一条不平坦的河流 有些段落水流急促 有些则缓慢 宇宙时间可能在某些区域流逝的比其他区域更快 这样的观点不仅与重力时间膨胀等观测结果相符 也可能解释为什么某些星系看起来比理论上应有的年龄更老 这项观念引出更深层的问题 我们是否能以单一标准来衡量宇宙的年龄 宇宙是否真的有一个明确的起点 部分数据指出 宇宙或许并非从一个明确的时间零点爆炸展开 而是从某种模糊的状态逐渐转变而来 这是一个更广义的生成过程 而非瞬间的诞生 换句话说 时间本身可能并非宇宙的背景部 而是某种由物质与能量动态塑造出的现象 并非一成不变 因此当我们凝视星空时 观测的不仅是距离与空间 更是时间的多样面貌 它可能因宇宙结构 重力密度甚至量子掌握而改变节奏 詹姆斯微薄望远镜的任务 正是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解析度 看见这些时间扭曲的痕迹 并从中发现我们对宇宙理解的盲点 这不仅是一次天文学的突破 更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存在本质的革命 未来我们或许将不再问宇宙何时开始 而是重新提问 时间本身是否就是宇宙不断自我演化的一种复产物 这一问题也许才是真正的宇宙之谜 在物理学的前沿 时间与空间早已不再是静止的背景 而是具有可塑性可互动 甚至可能被操纵的元素 从爱因斯坦的弯曲时空 到量子场中的负能量 再到微薄望远镜皆世的宇宙早期结构 一条共同的线索逐渐清晰 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尚只是冰山一角 时间旅行 重动通道 多重宇宙 暗能量与奇异物质 这些不再只是科幻的语言 而科学家们试图严谨构筑的理论蓝图 虽然目前我们仍缺乏足够的技术与能量 去实践这些构想 但我们已走在理解宇宙深层结构的旅程上 远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为接近核心真相 正如加莱奥雄所言 不可能 只是技术尚未成熟的代名词 随着观测工具的演进与理论的深化 我们或许终将跨越这条知识的地平线 看见时间真正的面貌 时间不是我们的敌人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的舞台 它可能是我们尚未解开的最大谜团 也可能是我们参与其中共同塑造的宇宙元素 理解时间正是理解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所处的宇宙 我们下期再见